当然他们第一件事想到就是说 哎呀你完蛋了 你的暗规金一定是没了 我当着这些建议 他们当作是一种鼓励我要更加努力的话 所以我做这次大选 我就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首先我相信 其实我要加入PAP他们不会接受我了 因为他们要年轻的人 第二工人党跟最近的前进党 他们如果我要加入的话 我首先要去服务对吗 我去服务他们才看得出我这个人 到底是真诚的 是能够为民服务的一个可能性候选人 但是因为过去好几年我都在中国工作 让他们了解我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 我已经具备那个条件 我曾经在NTO住过两年大学的时候 住过两年 所以我对那代是相当了解的 而且因为这个县区的人民的 居民的Demographic 那个人口结构 是相当简单 相对于比如说拉丁马士 或者牛车水 他们比较很多老人家要特别的照顾 所以议员的专注力要分散的很多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需求 那县区相对来讲 结构是非常简单 它的范围非常清晰 我一直对民生问题很关注 因为我们从李光耀先生为国服务这么多年 它是我的榜样 所以我从2004年开始 就一直向海峡时报跟TODAY 寄那个电邮跟那个信 大概550封了 其中海峡时报共有 他们记录大概是50来封 被刊登 TODAY也有 我如果计算下不错 计算可能有10来封 这个课题一般都是从民生 或者到国家 或者到对政治问题的一些建议跟意见 你如果去稍微阅读一下 我发给选民的那个竞选宣言 还有去脸书看一下我的背景 跟所有的人对我的见证 他们都说我是诚实的好人 而且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不然我怎么成为国防科技局的两个直升机的项目经理 到今天国庆的时候你就看到飞的两个拿着那个国庆都是我是当年是由我替国防副购买的嘛 所以我的能力是有一定的啦 虽然我说会不会担心 当然有一点 但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再分析一下我们虽然三角战 我们三个人都是出道归地啊 都是先驱的新人啊 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 对吗 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有我妈一个人寒心如苦的带他一共九个兄弟解密 所以小时候食物来得非常辛苦啊 我就是从饥饿中长大的 所以你如果我我不是饥饿的话 我今天可能身材会比较高大一点嘛 饥饿就是比如说到今天为止我完全记不住我在小学到底在食堂吃过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也许完全没有妈妈就没有给钱嘛 我饥饿的同时我要走路上学 每天走路两三公里上学来回 然后除此之外 我记得午餐晚餐可能就是猪油加一粒鸡蛋 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就是我姐姐哥哥开始有工作之后 尤其是我开始工作就有更多的收入嘛 就开始生活会越来越好了 大概25到30岁就情况改变了很多